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淡水鱼非常的肥嫩好吃的时候 而今天也不说是今天做这道菜最好应该买的就是花莲鱼的鱼头 花莲鱼的鱼头是长得这个样子 这个最好的就是到菜场里头 小菜场里头有这个水池里头养的 现抓现砂 这样子这个鱼肉呢非常的嫩 而且很紧很好吃 不过呢在超级市场它是已经都是切好了 给你包装起来了 通常做这个砂锅鱼头呢也是用这个鱼头 那么这个鱼头它没有什么土腥味 而且呢它这个主要呢就是胶脂多 它的这个腮和这个下巴完全都是胶脂 如果买不到花莲这种鱼的话 你可以买这个草鱼或者是在外国买鲤鱼也都可以来做 那么这个鱼头首先呢要把这个水分擦一下 然后用姜油泡一泡 这个鱼肉如果多的话 你就在这个鱼肉上面给它切上几刀 这个刀口 这里是姜油比较深色的姜油给它来做色 也就是泡一下 泡一下呢不但是有颜色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它的这个有咸味 等一下这个鱼皮上面呢有咸味道 好了就这样子给它泡了 大概十几分钟也就足够了 那么另外呢这个放在砂锅里头的时候呢 需要一些这个葱铺在这个砂锅底下 那么这个铺在砂锅底下的这个葱 要给它煎一下 这样子才会有香气 那么这个葱的多少无所谓 长度差不多两三寸四五寸都可以 那么这样子一把葱的话 你可以用一汤匙的油来煎 好就这样子把这个葱呢在锅底下煎好 煎好呢给它铺在这个砂锅的下面的 有很多这种胶质重的东西 好比说这个鱼翅啦海参啦 像这种淡水的鱼啦 都是焦脂多 那么很容易粘锅 很容易粘锅 不管是用砂锅或者是用什么 所以底下呢最好呢就给它铺一点东西 那么这个铺这个煎过的这个葱段 是有两种作用 一种呢是让它搁着不粘锅底 另外呢它有香气 葱是我们这个常用的西香料之一 本来做鱼呢就应该放葱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葱放在这下头是最适当不过的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准备一点这个 切碎了的这个葱靴啊 也就是葱花 这个呢是等一下起油锅的时候呢要用的 好 差不多有个这个两汤匙多一点的这个葱花 还有姜末也要一点 这个姜末跟葱花是下锅的 起锅的时候炒这个肉的时候要用 所以这些呢都要切得碎碎的 因为用的是绞肉的关系啊 所以一定要给它切碎 好了 那么这个绞肉呢 差不多有个二两也就够了 粗一点没有关系 实际上呢颗粒粗一点反而好吃啊 另外在调味料方面呢需要的 有这个粗的豆瓣酱 有这个黄豆的豆看得见的 所谓的豆瓣酱 那么这里呢是甜面酱 稀的用面粉做酿造的甜面酱 那么另外呢喜欢吃辣的 还需要一点这个辣豆瓣酱 辣豆瓣酱 这是三种酱料 那么如果你买得到甜酒娘的话 这里是甜酒娘啊 加一点甜酒娘烧出来 那味道会更透更好吃的 好了当然还要酒啦胡椒啦 这些东西都要 那么现在呢就要把这个鱼头 要给它煎的黄黄的焦焦的 我刚才说过这个 这种胶脂多的东西容易粘锅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姜 把这个锅底呢先给它擦过 就这样子摸在下面 把这个锅底啊给它这样子 用这个姜片给它多擦一下 可以防止这个鱼皮啊 黏锅粘住 好了那么煎这个鱼头的时候呢 油稍微多一点不要紧 那么最后煎好了呢 你还可以觉得太多的时候 可以给它拿出来 或者就利用这个等一下来炒这些料 好了这个鱼头呢 就给它这个 从这个酱油里头拿出来 然后呢放到锅里头呢来煎 不要太早去翻动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这样子给它转来转去 把这个锅子啊转动 要让它能够到相当的一个时间 相当的一个厚度了 再翻身比较好 刚放下去 没有几秒钟就给它翻的话 还没有硬 皮还没有见熟啊 所以那就容易破 容易粘住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粘铲子啊 这个鱼头有的时候你用一半也就够了 不一定要一个大的 好比家里只有两三个人吃的话 你可以买半边的鱼头 在现在在超级市场的时候 就有这种半边的鱼头在卖 鱼本身太大 它就给你切拌 好 这样子给它煎好了 煎好了之后呢 你就先把这个鱼头拿出来 然后呢再来炒这些料 好 先把这个鱼头呢拿出来了 然后呢就用这个锅里头剩的这个油呢 来炒刚才的这个葱姜和这个肉 这里是葱姜 这里是绞肉 好 这样子把它炒散开来 把这个肉都给它炒散 而且给它炒熟了 然后呢就加这个天酒粮 和这些酱料 好 辣的 辣豆瓣酱不一定是要放 如果是不爱吃不敢吃 可以不要放 这里是豆瓣酱 这里是甜面酱 好 这里是甜酒粮 好 那么再好好的把它炒透一下 那我是比较喜欢吃辣的 所以放一点辣豆瓣酱 好了 这样子炒透了之后呢 要给它放的就是酒 这里是酒 这里是酱油 好了 现在就给它放水 好 那么就把刚才的这个 煎好了的这个鱼头呢 就给它放在刚才的这个砂锅上 砂锅里面 然后就把这个烧开了 滚了的这个料 从这上面给它倒上去 要让肉出来味道 所以不要给它放在鱼的身上 而是放在这个汤汁里头 那么这个呢 就再放到这个 要用小火烧30分钟 30分钟 小火 滚了以后小火烧30分钟 在这个期间呢 你可以打开盖子 常常把这个汤 往这个鱼的身上淋 或者把这个鱼头呢 给它翻一个面 让那一面呢 也泡在这个汁里头呢 一起来这样子烧 好 这里是锅盖 滚了以后呢 就改成小火了 好 那么等一下 我们就再来看 广告之后呢 我再示范另外一道菜 好 现在呢 要给您介绍的是两斤一 也就是砂锅两斤一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乌锡的 一个有名的汤菜 它这个为什么叫两斤一呢 很多人觉得奇怪 因为用的是油面筋 还有再一种呢 就是这个百叶 我先把这个肉调起来 这个肉的这个味道 通常呢 就是放一点酒 放一点盐 和少许的姜油 不要弄得太黑 这是姜油 这里呢是盐巴 胡椒粉 还有就是酒 江泽菜酒的味道很重 那么把这个肉呢 就好好地把它搅拌起来 就用这个来包 用这个要卷在这个 这个两种这个材料里面 先讲这个油面筋 这个是油面筋的大的 他们叫油泡泡 这个油泡泡呢 比普通的那个 我们吃的那个油面筋 要大上三倍 那么这个呢 看起来很薄 但是呢 因为是面筋的关系了 所以它很有劲 有的时候呢 不是那么很容易嚼得烂的 所以呢 泡的时候 你要用小苏打的水来泡 或者是用碱水 好比说这里是温水 温水里边呢 加一点碱 或者加一点小苏打 那么这样子给它 很淡的这个碱水 用这个碱水呢 来泡这个油面筋 差不多泡个十来分钟 它就软了 那么这里呢 已经有这个软的 好 这里有这个 已经泡好了的这个软的了 我们等一下就用 那么当然了 这个泡软了以后呢 你记得这个水倒掉 再用清水把它洗过 而这种白叶 白叶 有人叫它是千张 它是用作豆腐的材料 所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也是需要用这个碱水 也是很淡的 很淡的这个碱水呢 来泡 很淡很淡 这个不放也可以 泡的时间久一点 那么它呢 看上去呢 一块块像一个布一样的 差不多是四寸的四方 就用这个呢 来包这个肉 好了 那么泡软了以后 就可以拿来筛 和这个包了 这里呢 是一块火腿 那么这个菜里面 要放一点火腿 这个火腿已经蒸熟了的 中国火腿 那么中国火腿呢 你先把这个蒸好了以后 把这个皮拿掉 就这样子 把它切成小片 这个小片呢 要看这个形状 我想这样子嘛 我们就拿来斜切 斜切片比较大一点 好 就这样子 把这个火腿呢 切成片 把这个火腿片呢 给它 如果用砂锅 不是请客的话 就随便给它放在汤里头 一起来滚就可以了 如果是请客的话呢 要把它排在一个碗里头 比较看起来整齐一点 好看一点 用一个这个装面的 吃面的碗 或者是这种铝盆都可以 把这个呢 就一片一片的 给它摊开来 铺在这个下面 铺在下面之后 就把这个百叶 筛的肉 和这个油面筋 筛的肉 给它放在这上面 好 那么这里呢 已经有这个泡好的油面筋 就用这个来 挖一个洞 挖一个洞以后呢 就把这个肉呢 就给它塞进去了 这个洞要稍微大一点 这样子才能够套得进去 那么然后呢 把这个口朝下 往这个碗里头放 一个 看起来像一个橄榄形 橄榄形 就这样子 好 这个呢 因为要这个 做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好 我想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砂锅 这个鱼头 就是干烧的这个砂锅 这个干烧 砂锅的这个鱼头呢 给它先起锅好了 这个已经到了时间了 要看一下 所谓看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味道 够不够咸 不够咸的话呢 你还可以着亮的 给它加这个 酱油 或者是放盐的 总而言之 要给它调到 刚好的这个口味 要把这个汁 要往这上面淋 好 这个呢 已经先好了 汤呢 看要多少 这个不一定这么多的汤 你也可以给它 烧的干一点 或者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汤呢 就少放一点 这是切的丝的 这个青蒜 这个干烧鱼头呢 砂锅干烧鱼头 起锅的时候 记得撒上一点 这个青蒜在上面 让它有一点这个香气 就好了 那么 如果是汤太多 你也可以把它 稍微勾个茄 通常呢 是干烧的东西 所以把它烧到这个后来 剩下的汤不太多 为原则 那么也有的人 喜欢淋一点油 让它更光亮 更漂亮一些 但是这个青蒜 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给它撒上一点 切了似的青蒜 那么这边呢 就再继续 刚才我们没有完的 这个工作 也就是两件衣的 两件衣的这个包肉的 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油面筋呢 要给它翻个面 然后往里面塞肉 这样子 这样子给它包 包成一个这个椭圆形 橄榄形 橄榄形两头尖尖的 这种形状 然后给它放在这个碗里面 那么这个东西呢 本来也不一定要放碗里头 但是呢 给它蒸一下以后 就熟了 就固定了 它就不会散掉 如果你就这样子包好了 放在锅里头去 在砂锅里头烧的话 容易开 容易开 尤其是 等一下那个千章做的 更容易开 所以呢 我们把它蒸一下 让它固定一个形状 即便是没有熟也没有关系 没有熟呢 我们可以给它在烧的 煮的时候呢 又给它熟了 好 这个油面筋呢 就是这样子 把这个肉呢 就放在里面 当然这个肉里头 你也可以放一点 这个葱姜末 今天呢 是什么都没有放 光是调味料 就是这样子 两头尖尖的一个 感染型就好了 那么另外呢 用千章 就是这个也是拿 这个淡淡的这个碱水 把它泡了 稍微软一点以后 洗干净了 那么就包肉 这个包肉呢 也是一样 也要包成一个 长长的一个椭圆形 长长的这个长方形 用这个尖角的地方 这样子过去 两头往中间一搭 再给它推过去 那么收口的地方朝下 这样子就好了 这两样材料呢 都要在豆腐店里头买 刚才的这个油面筋 和这个签章 因为这个是黄豆制品 所以要在这个豆腐店里头买 好 刚好都包完了 那么就把这个 给它也放回 也放到这个碗里头去蒸一下 包好的就都给它排进去 蒸呢 差不多要蒸十分钟 差不多要蒸十分钟 为了让它憋粘到这个锅底 所以呢 要给它加一点这个汤 高汤 鸡汤下去 那么然后呢 就来放到锅里头来蒸 大火蒸十分钟 或者是十五分钟也可以 等一下蒸好了以后 我们再继续 好 这里呢 这个砂锅里面呢 烧的是高汤 这个高汤呢 就是鸡骨头做的汤 那么这个里面要放几样东西 这个汤里首先呢 要放的是粉丝 粉丝 还有呢 这里就是扁尖笋 这个扁尖笋可能有的观众不晓得 它是一种干的这样子 盘在一块的一个笋 笋干 那么买回来以后呢 你就用温水给它泡 泡了 打开来泡 泡了以后有点软了 就把这个 呃 软的部分啊 就是耿 耿着这个老的地方呢 不要 这个嫩的中间这一块好一点 嫩一点的地方呢 就把它切开来 切成差不多一寸半的长度啊 然后呢 就把它这样子撕开来 撕开来 撕开来呢 就给它放在这个锅子里头 呃 砂锅里头 来给它这个 呃 当做一种宣味道啊 啊 那么另外呢 这里是虾米 这里是虾米 也要放一点在里面 好了 这几样东西在锅里头呢 就给它呃 呃 滚一会儿 滚一会儿以后 把你蒸好的这个 两斤衣呢 就拿出来放进去 嗯 那么这个蒸十分钟 它一定熟了 呃 即便是没有熟也没有关系 因为放进去以后呢 还要再烧过 那么就这样子 把它扣在这个 呃 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扣的时候呢 你要小心一点 最好是用一个铲子 把它这个 拖着啊 拖着 这样子才不会 呃 散开 那么如果是呃 不是请客的话 你就随便 哦 这个还没有熟 还没有很熟 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不是请客的话 这个火腿可以不要用 或者是说 呃 你把火腿放在上面 一点 这样子也就可以了 那么 这样子再用小火 再烧五分钟 或者是说 烧到这个肉 十分的透 那个两 两种东西都透了 这个梁金一呢 是属于一个汤菜 它是呃 我刚才说的 它是这个无锡的 一道这个名菜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 一面滚的状态之下呢 就给它端到这个 呃 铲桌上去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 一连串的这些砂锅的系列 我现在再赠送这个 讲义给各位 你可以呃 来信 寄到这个 一支66号信箱 给我就好了 符上灰油 我就会把这个菜单的寄给您 统统是砂锅的菜 好 我希望您喜欢我每次在这里所示范的 谢谢您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